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千多封通知函 公教部分现在则有多达三万多封副审寄回全序部 质疑被扣得太多 有人抱怨七月份的十八%没有入账 得等到八月一号才会会入户头 例子是认识的 人民是错误的 但是我们穷把他推荐 如果国防部要在七月一号时 变成只剩明天一个工作天 先前国防部曾有寄错通知函乌龙 赶在七月一号上路前 火速虫计 补漏洞 年改有反对声浪 也有相挺声音 我觉得退休金就是给你养老 对不对 也不是给你帮孩子去买房子 买车子 你本来就是你 你只要老人家 你可以活下去 那就已经不错了 军公教改革延宕多时 现在准时上路 向娟蔡政府的年金改革 终于进入新的里程碑 在新闻 照应光 李正道 谢孟哲 台北台中报道